桑姆尔记上第28章 那时菲利士人聚集他们的军队 要与以色列人征战 雅吉对大卫说 你要清楚知道 你和跟随你的人 都要在军队中与我一同出征 大卫回答雅吉说 仆人所能做的事你都知道 于是雅吉对大卫说 好吧 我要立你永远做我的护卫长 那时萨姆尔死了 以色列众人都为他哀哭 把他埋葬在拉玛他自己的城里 扫罗曾经把交诡的和行巫术的 都从国中除去了 菲利士人聚集起来 来到书念安营 扫罗也聚集以色列众人 在基利波安营 扫罗看见了菲利士人的军队就惧怕 他的心大大发抖 扫罗求问耶和华 耶和华却没有借着梦或乌灵或先知回答他 于是扫罗对他的臣仆说 你们要为我寻找一个能交诡的女人 我好去求问他 他的臣仆回答他说 在尹多尔有一个能交诡的女人 于是扫罗改装一服 带着两个人与他一同去了 他们夜里到了那女人那里 扫罗说 请你用交诡的法术把我所告诉你的那人为我招上来 那女人回答他 你是知道扫罗所做的 他已经把交诡的和行巫术的都从国中剪除了 你为什么要陷害我的命 使我死呢 扫罗指着耶和华启示说 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启示 你必不因这事受惩罚 那女人问 我要为你招谁上来呢 扫罗回答 为我招撒姆尔上来 那女人看见了撒姆尔 就大声呼叫 那女人对扫罗说 你为什么欺骗我 你就是扫罗 王对他说 不要惧怕 你看见了什么 那女人回答扫罗 我看见 有神灵从地里上来 扫罗问他 他的容貌怎样 他回答 上来的是一个身披外袍的老人 扫罗知道那人是撒姆尔 就脸浮于地向他叩拜 撒姆尔对扫罗说 你为什么搅扰我 把我招上来呢 扫罗说 我非常苦恼 菲利士人正在攻打我 神又离开了我 不再借着先知或异梦回答我 所以我请你上来 只是我应该怎样行 撒姆尔说 耶和华既然离开了你 又成了你的敌人 你为什么还问我呢 耶和华已经照着他借我所说的话行了 他把王国从你手中夺去 赐给别人 就是大魏 因为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 没有执行他对亚玛利人所怀的烈怒 所以今天 耶和华向你行了这样的事 并且 耶和华必把以色列和你一起都交在菲利士人手里 明天 你和你的儿子们都要和我在一起了 耶和华必把以色列的军队交在菲利士人手里 扫罗立刻全身扑倒在地上 他因撒姆尔的话非常惧怕 又因为他已经一日一夜没有吃饭 所以一点气力也没有 那女人来到扫罗面前 见他非常惊慌 就对他说 你看 卑女听从了你的话 我冒着生命危险 听从了你对我所说的话 现在 求你也听从卑女的话 允许我在你面前摆上一点食物 你吃了 身体就有气力 可以走路 扫罗不肯 说 我不吃 可是他的臣仆和那女人再三劝他 他才听从了他们的话 从地上起来坐在床上 那女人的家里有一头肥牛犊 他急忙把他宰了 又拿点面粉搓好了 烤成无效饼 送到扫罗和他臣仆的面前 他们吃了以后 当夜就起身离去了 准备了 刚才与你 那我忘记了 这根本不是 我忘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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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记了